區議員亦都應該受到條例的限制 他的職能是有規範的 換句話說 如果他的職能上 即是法律上沒有授予的權力 而他又走去用區議員的身份去做這件事 其實算不算濫用職權 在我們的防止賄賂條例裏面 其實是有定義到區議員的身份 其實區議員是一個公職人員 即是等於我們區議會 其實都是一個公共機構 所以他們受到很多情況之下的約束 不可以說他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尤其是我們是有條例所限 還有一件事我想指出 就是每一個區 其實他自己都會有他的議會規則 即是叫Standing Orders Standing Orders 其實就是每一個區 他們裏面的區議員去開會 甚至他們如果有什麼程序上的問題 都可以從那個守則那裏看出來 但我們現在暫時看下去 譬如在外的區議會條例 甚至在每一個區的守則裏面 我們暫時都看不到 是有什麼條例或是有哪一個部份 是讓他們走出去突然之間開會 然後就突然之間去通過一些東西 大家都很清楚 就算有時我們是上市公司 或者是一些私人的公司都好 如果我們要開一些董事會 甚至一些會員大會 我們都要通知 我們都一定要有 我們叫做Sufficient Notice 即是說我們一定要有足夠的通知期 還有我要寫得很清楚 就是我們每一次開會 是要講什麼的項目 我們有什麼的項目 如果我們上網看回 我們這個行政事務處 關於區議會裡面的開會議程等等 可能好像沒有當日的紀錄